进阶版龙子选择为什么会pass掉铁丝龙 并不是说铁丝龙用了就不好 只是相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 我会不太选择铁丝龙 然后理由的话你们可以听一下 也可以参考一下是否是自己说不定也用得到 铁丝龙的话对于我们养仓鼠的鼠油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大众的一款 像什么巨猫龙 四七基础龙 六十基础龙等许多的龙子 并且符合科养条件的龙子 它都是以铁丝龙为基础的 所有的条件都达到了 OK 但是不管多大的铁丝龙 它都还是不太能够避免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啃龙子 虽然我第一季第二季都在不停的强调 仓鼠对于面积它有多大的重要性 像什么面积不够的话 仓鼠就可能会导致啃龙子巴拉巴拉的 但是铁丝龙它就是一个例外 如果说是龙子很小 并且是铁丝龙的话 那它啃龙子它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但如果说你的铁丝龙面积达到了 六十四十七甚至一米以上 它可能还是会出现 啃龙子这么一个事情 并且现在的所有大部分都是一样 熊为主的 熊类啃龙子的几率是高高大于猪主类的 铁丝龙 它肯定就会有一个缝隙对吧 铁丝与铁丝之间有一个空隙在那里 那么仓鼠它肯定就觉得 那个空隙我可以把它啃大 我甚至可以把它啃穿然后我可以出去出去玩 像质量好一点的铁丝龙的话 它还是不会啃穿 只是会让你觉得它一直在那里啃会很烦 但像是从某西西来的笼子那样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啃穿的一个后果 因为它的质量还是摆在那里 价格与质量是对等的 所以考虑到我们耳朵的安宁和一些鼠友 他喜欢把仓鼠养在卧室里面的话 我建议就是直接pass掉所有的铁丝龙 笼子顶部有铁丝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四周都有铁丝的话 谁养谁知道那个啃笼子的生意就会 如果说你想跟上一层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的话 可以直接杜绝掉铁丝龙换压克力的笼子 压克力的笼子如果是面积够大的话 在夏天完全不会出现闷的情况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